逢山必有客,而逢客必有茶 说明了客家族群种茶、制茶 在三边建立聚落的一个生活形态 未在了桃圆市龙潭区的台湾客家茶文化馆 在适客博期间推出寻客茶路展 以茶领路介绍客家人在茶生活、茶公益 和已经流传上百年的文化茶路 台湾客家茶文化馆在去年底开幕 世界客家博览会期间新推出寻客茶路展 以台湾与世界茶业的关系切入 介绍台湾茶产业行销到世界各地的百年脉络 与客家族群的生活连结 最后再聚焦到制茶师的口述访谈先生说法 回溯台湾茶产业的发展历史 我们今天这个展厅 它主要是为了要把台湾茶的文化 推广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它特别着重讲述了 关于台湾茶产业在过去的发展 以及跟客家元素的结合 最后我们再把茶的特色 以及这些制茶师的这些辛酸辛劳 去做了一些围观的解释 介绍说明 大溪和龙潭是新竹北埔一带 非常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各地的制茶师们是如何利用陆运 将制作好的茶叶集中到龙潭 再运用合运运送到世界各地出口贸易 关于茶产业在龙潭这个区域 其实它其实自古以来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集散地 我们可以看到新竹北埔这一带的茶叶 都集散到龙潭跟大溪这里 最后再经由大汉溪的水路运送 甚至经过我们的台三县 一路运送到大稻城去做最后的贩售 其实自古以来 这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茶产业 集散中心集散地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 这个馆场的出现 能够把茶文化做更多的推广 只能在草木间面试茶字的拆解 处处皆有茶 客家鲜明来到内山开墾聚落 以寻客茶路出发 记录着台湾茶与客家族群的特色 推广台湾茶的独特风味